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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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玲姑娘交换位置 阿玲到底能不能认出自己的新娘呢 野荫花开了 不仅带来了新春的气息 也标志着历宿人的阔时节到了 阔时 历宿语 阔是年的意思 时就是一种祭奠 节庆 阔时节是云南怒江历宿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汉族人过年 特别是北方人 全家围在一起包饺子才有年的味道 同样 在怒江的历宿族山寨里 蒸糯米 冲瓷巴是他们过年的一种标志 平时很少吃糯米 一日三餐的主食以玉米和荞麦为主 别说孩子 连大人们都惦记着这口 说到这儿 我们不禁要问 刚冲好的瓷巴先去喂狗是何原因呢 喂哪一只狗 还是什么狗都可以啊 什么都可以 因为它这个种子是从狗那边把它找过来的 相传古时候 有一年 利宿族遭遇特大洪水 生出死亡 地上的五谷也全被毁灭 人们在拓荒种田时却找不到两种 这时 一条狗的尾巴上沾满了谷种 据说是这只狗向御地讨来的五谷两种 按祖辈传下来的传统 过节时无论谁家 冲出来的第一块瓷巴必须先送给狗吃 以表示对狗的回敬 喂完了狗 人还是不能吃 还要拿瓷巴去喂树 喂吗 喂树子 这个水果树 今年水果 比如说芒果 都不紧 喂了个爸爸 今年喂这个事 他说明年就多几点 叫你说话说 这是什么 梁桃 梁桃子可以想喝巴巴 明年从这个地方过去来多 不喂果树 不能吃 所以我们以足足就严重了 喂水果树 到处什么树都不能喂 只能水果树就是喂 树也有选择 必须是水果树 水果树 往树上抹一小块瓷巴就算喂树了 在远古社会 利素族认为山川河流 一草一木和各种动物 都有神灵或者鬼魂 盛行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 信奉山有山神 树有树灵 这位老人叫蔡天林 今年七十五岁 他口头念叨 今年过节 大家准备好了瓷巴 猪头 请祖先们享用 按寨子里的规矩 祭祀祖先只允许他一个人进行 为全村人祈福 其他人是不能打扰的 也樱花开了 寨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确定日期 家家户户就准备过年了 樱花期有早有晚 因此每个利素山寨过阔时节的时间都不一样 这一天 他们祭祀祖先用瓷巴喂狗 喂树更多的是延续祖辈的做法 表达自己对传统的尊重 同时也期望来年能五谷丰登 六处兴旺 一阵悠扬的山歌把我们吸引过来 这种调调有着原始古朴的韵味 当地人称为百石 百石是利素语的音译 意思是自由地说吧唱吧 每逢过节 大家在一起唱百石 有的是艺人领唱 其他人合唱 也有男女各站一排对唱的 年轻姑娘小伙 对歌对上瘾了 说不定还会对出一段好音缘 但更多的 他们在劳动中唱百石 繁杂的家务活 仿佛轻松了不少 简单的那种杠杆原理 不解答呢 炸的时候一点不解答 做多长时间这个油 它能榨干呀 三十分钟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就那种搞出来 一几万 这个是不简单的 这位大嫂叫中碧妞 为了展现手工榨油的全过程 它特意从第一步核桃去皮开始 用木棒将核桃冲碎 筛去外皮 过完筛后 再放进石就冲 如此反复三次 将硬皮去除干净 接下来就可以炒制了 除了掌握好火后 还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在炒制过程中 加一定量的清水 加水以后 接着炒 把水分炒干 不加水不可以 压不出来 那个香油 加一点水才压出来 我看您跟这位 那个大妈的衣服不一样 你们是一个民族吗 不是一个民族 我是赖孟 他是黎叔 您是黎叔族 他是黎叔族 您是什么 我是黎叔 乐墨 中碧妞自称是乐墨人 乐墨是白族的一个知系 也称巴尼人 民间传说 他们来自大理州的尔海边 但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 我们还听说 他们的祖先在逃难中 曾得到乌鸦的帮助 逃到路江边上 他们称乌鸦为仙乌 什么材质做的 这个是那个的吧 所以他们汉话讲是 不可业 就能做出来嘛 我看这个有点像那个 财词的 但是在最原始的状态 它是 原始的状态是叫之中嘛 这个之后嘛 我亲船给我嘛 一带后面一带船嘛 叫之中 这位是中闭妞的丈夫 何一南 她是立宿族 像他们这样 夫妻不是同一民族的 在寨中并不少见 大炼帝村有200多户 60%是立宿族 还有遗族 汉族和乐墨人 杂聚在一起 十年前 为了解决部分群众的贫困问题 当地政府建房给地 将他们搬迁于此 组成一个自然村 称为大炼帝新农村 他们来自不同地方 不同民族 过阔时节时 杀猪烤肉 冲瓷巴 大家聚在一起 好像总有唱不完的山歌 跳不够的舞蹈 热闹开心就好 过节就要有过节的味道 核桃油伴随着山歌 缓缓流出 说到炸油 更热闹的炸油场面在这里 我们上前拍摄 曾遭到阻止 原来他们担心 我们是外地人 离得太近 容易皮肤过敏 炸油怎么会引发 过敏症状呢 什么籽啊 这是什么树上接的籽 旗 旗有树上 旗有树 在这它就旗树了 开它 它刚才里面 有一层是板板的 这一层就是油了 这层里面 最里面一层就是种子 我能碰一下这个东西吗 你可到时候 我看你这个过敏 这个很容易过敏 那不一定 不十一的人 它会过敏 十一月份 他们从七树上 采回七树籽 关于七树会引起过敏 我们在寨子里 听到过很多版本 有的说过敏的人 只要从七树旁边走过 皮肤都会发痒 也有的说 只有接触到七树后 才会过敏 所以很多外地人到 怒江 对七树都敬而远之 但在怒江 立宿族山寨里 却流传着 用七树籽 手工压榨 七游的古老记忆 也樱花盛开的日子 很多人选 这时候办喜事 它叫纪六四 夫妻二人 都是乐墨人 这一天 他们按乐墨人的传统 给儿子娶媳妇 一家办喜事 不管什么民族 全寨子的人 都会过来出奋力 中婢妞和丈夫 何一男 也放下手里的活 赶快来帮把手 压榨七油和核桃油 工序基本一样 先把七树籽 沖碎 再上锅炒 炒到一定程度 加水煮 把水耗干 就能压榨了 大家有节奏的按压木板 受到一定压力 七油就流出来了 榨出的油 经过熬煮晾凉 就会凝固成块状 凝固以后就是成这样 这就是油 油嘛 这就是可以吃了 哦 这就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就是干了 就是这种起 哦 干了就成这种 可以啊 重新再煮一下 这个药口调要煮一会 还要煮一下呢 煮一下就变成这种 哦 不煮就变成成这种 但是闻不到特别的味道 没有什么刺别的味 不太像油的手感 反而像那种石蜡 蜡的那种感觉 像蜡烛的那种 它质地很细密的 我们必须吃这个 起油 为什么呢 不然就有风食病 哦 身体又重 又病 嗯 又重 这是老人传下来的吃饭 是老人传下来的 当地人把汽油 看成一种滋补品 因独特的香味 备受当地人的喜爱 特别是隶宿族和乐墨人 早就有食用汽油的历史 逢年过节或者办喜事 主人家才拿用汽油做菜 招待客人 这一天 主人家炸汽油 是为了做一种 当地特有的肉酒 他们称作霞拉 炸好了汽油 做霞拉 最主要的原料 是自家酿的包裹酒 三个月以前 他们夫妻俩就把玉米蒸熟 并拌上酒区 把发酵好的酒酿 装进净子里 上面放一口大铁锅 并装满冷水 大火煮蒸 酒蒸气上升 玉铁锅冷凝后 顺着管道一滴滴流出 这就是蒸流出的包裹酒 他们喝不惯 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白酒 还是带有温度的包裹酒 最为香甜 新酿出的第一锅酒 女主人先犒劳 前来帮忙的香气 云南碌江酒文化丰富多彩 他们认为 无酒不成礼 无酒不成习 敬酒一般敬三杯酒 第一杯称为交杯酒 意思是从今往后就是朋友 第二杯叫拥抱酒 表示朋友之间的真诚有爱 第三杯酒是童心酒 两人共喝童心酒 意味着彼此信任 象征着团结和友谊 今后不论什么事 就将齐心协力 童心童德 当地人喝童心酒 过去常用于招待贵客 签约盟室或结拜兄弟等场合 并且喝童心酒 从不计会性别 按他们话说 喝童心酒要一松三井 就是心情放松 脸贴近 嘴靠近 腰搂紧 独特的酒文化 彰显了他们豁达豪爽 热情好客的性格 走在最前头的是南方家的媒人 倪玉南 新娘是否顺利娶回来 要看倪玉南的唱功深不深厚 新娘新郎同住一个寨子 离得较近 听到南方家取亲吊子 女方家的亲友们跳起了道高 道高节奏欢快 跟著名的踢套舞有几分相像 迎亲队伍到了女方家门前 用歌声来表示 今天来这里要接走新娘 唱的意思嘛 就南方南 南方南说 今天我抗住你 我已经向住你家的姑娘 咋你来蒙了 抢亲了 这边唱的是 你为什么进来 我不认识你 这些人呢 你说你钱骗我骗也骗不了我 你的姑娘已经喜欢上我的儿子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必须要进来 你带些什么 我带着 过去 父母亲 爷爷 这些 咋个狗就我 什么的就我带什么的 一样也不少 一样也不多 进了家门 两家媒人坐下来 一般女方家的媒人 会故意难为下对方 女方媒人唱道 今年家里没做好准备 妈妈也舍不得女儿嫁走 你们明年再来吧 男方家的媒人回到 订婚时送来了彩礼钱 还牵来了两头大肥猪 二百斤包裹酒 今天受新郎父母的嘱托 想把姑娘接走 女方媒人接着唱 姑娘养这么大不容易 哪能说接走就接走 一番诉说叮咛 你来我往 直到两位媒人喝一杯同心酒 意味着女方家 答应她们接走新娘 男方是送来的 男方带来的 男方是带来的 那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这个已经成亲了 今天就两方都同意了 男方撒你猪 从来爸爸叫你查一口 亲娘出门前 女方家准备米饭和肉 美人象征性地吃一口 代表女方父母同意 她们接走女儿 只有在新娘回门的时候 女方家才举办丰盛的宴席 款待亲朋好友 女方家的送亲队伍背上嫁妆 有个碑楼里 有个小乳猪 嘴里还要含一块瓷巴 这是什么意思呢 面出习惯 小猪必须有几个爸爸 对啊 还有带一袋发 还有一些熟肉 这个是几次习惯的 带一些熟肉 还有一酒 娘是只能吃父母亲 叫你们带出去的发 哦 这是给新娘吃的 哎 哎 这哪个是新娘啊 是我 哎 你们为什么 就是把头蒙起来啊 等一下到了南方家 又让她猜猜新娘 南方没人不负重托 顺利地将新娘迎接回来 南方家早早地派人 在门口迎接 乐墨人结婚 新郎要猜出新娘 一个个不露出真面容 新郎阿林能猜出来吗 阿林明确表示 不会选错自己的新娘 这位大姐再为难为难阿林 特意让他们换换位置 新西夫进了门 按乐墨人的传统 新郎新娘是不败天地的 而是坐在火堂边祭祀火神 新郎新娘再喝童心酒 表示两人永结童心 新娘嫁过来 要把从娘家带来的饭 奔发给大家 这一天 两位新人只能吃 女方家带来的饭 这边 两家的媒人再一次喝童心酒 表示他们的媒人工作 圆满完成 我们发现 新郎新娘并没有刻意装扮自己 衣服也不像新的 这也是乐墨人的风俗习惯吗 我们这件衣服 从爷爷传到爸爸 再传到我们这一带 以后我们再传下去 也就是说你这个衣服 不是新的 是爷爷留下来的 到接会的时候 扎穿 这样留下来的 那你作为新郎 结婚的时候 不质办一件新的衣服吗 我们这些传统的 不能办新的 这是我妈妈的妈妈 躺下来的 我妈妈结婚的时候 也传这一件 乐墨人的婚礼比较简单 在我们看来 更像一种聚会 不分民族 不分男女 也不论长幼 大家手拉手 一起唱歌跳舞 跳高兴了 喝几杯刚出锅的包谷酒 在他们心目中 以侠拉代客 是最高礼仪 钟婢妞又回到家里 蒸上饭 拿到利素人聚餐的地方 他们正准备做侠拉 侠拉是一种肉酒 原料有三种 鸡肉 汽油 和包谷酒 将鸡连骨头带肉 一起剁碎了 放锅里用汽油煸炒 最好将骨头炒酥 再放包谷酒 酒它必须是自己量的 一般度数都是在 45到50度左右 是高度酒的 全是酒吗 一滴水都没有 一滴水都没有 它以后是吃肉吗 还是喝这个汤啊 肉也可以吃 是汤 汤也可以喝 那那个酒劲 是不是还很大呀 没有没有 喝下去相当舒服的 侠拉出锅之前 还要点火 燃烧一会儿 这又起什么作用呢 刚才都是高了一点 但把它燃了以后 就把它 我跟它做了 跟它做了以后 它那个 度数加低了一点 还有这种烧了以后 有点香 这种猪猪 对不对 一袋穿一袋 每年都口水 就必须要 有一盘猪猪 多部分会做的 会做而且会吃 这种特殊方法 加工出来的肉酒 能驱风湿 强壮筋骨 据说当地妇女 生过孩子后 喝些侠拉 这样身体能恢复的 又快又好 酒精味不是特别浓 但是喝下去 感觉身体暖暖的 都是火辣辣的 祝您节日快乐 过年好 我们过年都一定要来 三弦弹起来 山歌唱起来 立宿人 乐墨人 遗族人 你跳吧来 我登场 野荫花开的日子里 大炼地新农村里 喜事多多 欢乐多多 这就是他们的幸福生活 在大炼地新农村 我们还听说了 从农历正月初二 一直到初七 立宿族同胞 都会背起毯子 被子 带着米 肉 菜 还有炊具 到鹿江边 有温泉的地方 支起锅灶 搭起帐篷 吃饱喝足之后 就到温泉当中 洗去污垢 舒展筋骨 他们认为 用天然温泉的水洗过 一年里都不会生病 这个习俗 已经相传了百年 被称为 怒江立宿族的狂欢节 好了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 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 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同时 从2月2号起 乡土栏目和乡土官方微博 联合启动了 2015乡土让红包飞 有奖竞赛活动 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 来扫描屏幕 话题的二维码 微博来搜索 CCTV乡土 参与互动抽奖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在浙江省三门县 有一个神秘的岛屿 岛上如同被掏空的大蜂窝 隐藏着成百上千个洞穴 这个小岛不大 可在古代提起它的名字 却令人闻风丧胆 在三门县 还有一个神秘的人 一到冬至 家家户户都离不开 它的拿手绝活 下期乡土 走进浙江省台州市 冬至探秘 三门海盗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